1、2、4 其實最初沒有想到那麼遠的 因為你都不會想 一參加一個運動 你就會做到香港冠軍 或者做國際賽的運動員 或者做世界冠軍 最初因為我是一個覺得 每個人一定要有一個運動 跟著他一輩子的 但是當時都徬徨的 覺得我變成一個坐輪椅人士 會不會有運動可以陪著我一輩子呢 幸好我發現到 儘管你坐輪椅 仍然有一些運動 是適合不同的殘疾程度的人士 和運動員的 我就發現了輪椅羽毛球可以陪著我 有個輪椅羽毛球 是得而且找回自己的自信 參加了羽毛球班之後 最主要是自己的想法不同了 因為當時想 我自己對於這個專業 可能我讀了那麼久的書 我相信以為自己會很成功 但事實上可能很少的事 令到我很沮喪 但是羽毛球由於我不認識 我發現其實我接不到球 但我未必會很不開心 我會想回頭 其實頂尖的羽毛球手 他們都會有失敗的時候 所以你要放眼之後 你會做到 而不是著眼在你這一刻做不到的事 1 2 3 我發現這個非常 在1992年 聯合國宣布每年的授予三日 為國際復康日 政府每年都和復康界 攜手舉辦推廣活動 宣揚坤等機會和全面參與 兩大理念 今年的國際復康日 已踏入第29週年 大會以殘疾人士補給運動為主題 透過推廣殘疾人士平等參與 體育活動 推動社會上相見共融的精神 今年適逢奧運年 香港代表團 在東京殘疾人士奧運會裡 拿到二銀三銅的佳職 實在可欺可賀 一直以來 他們存在不屈不撓的精神和毅力 在教練悉心栽培下 經過長期艱苦訓練 突破限制 才能得到今天的好成績 殘疾人士的運動、才華和成就 亦直接受到政府和社會人士的重視和認同 希望政府能夠提供更多 無障礙的運動場地和設施 使殘疾人士盡情發揮運動的潛能 殘疾人士由1972年開始成立 主要的目的 都是為我們香港一些殘疾人士 和身體有決選的同路人 帶來一些初級、中級、甚至精英級的訓練 令他們可以透過運動 發揮他們的潛能、發展他們的潛能 甚至是可以為香港提取一些好的成績 我覺得運動的直播和奧運的熱潮下 令到我的推動力是大了 我覺得參與完這個運動之後 我最主要是開心了 我覺得是源自因為我面對失敗的時候 群容了 所以我覺得 運動對殘疾人士來說是重要的 它不單止提升你的自信 更加它是一個好的平台和工具 將你由家裡帶出來社區 和社區之間建立一個橋樑 我們透過運動出來社區 和不同的殘疾人士見面 甚至和健全的教練見面 我們多了相見之間的真正共融 這個都是令我們養成一個習慣 要走出來社區 和走出來和別人接觸 所以我都是呼籲各位受了傷的同路人 或者身體有缺少的同路人 可以嘗試多些接觸運動 透過運動這件事 讓他們帶你出來社區 從頭社會